我们先来创建一页空白的页面 完全空白页面 在这边新增页面的地方 还记得吗 然后先给它一个标题 比如说我先用001好了 然后按储存草稿 这时候这边这个档名你可以自取修改 我就改001 sales 按确定 然后这时候你先不要按发布 这时候你按这个使用elementor编辑 这样就进了elementor编辑这页 好我们先把这些工具先缩起来 缩起来我们要来讲这个Ultimate Alliance 先从第一个开始讲起好了 照顺序来讲 因为这功能真的非常多 我们那天数一数有40个元件 第一个是进阶的heading heading就是标题 你看它有什么不一样 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不一样 之前我们就讲过标题 可是这个标题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不一样 重点来 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设定 然后你看第一个 我选这个 你看 它就多出了上面一个副标 下面一个主标 然后最下面还有一个线 分割线 我把滑鼠点到其他地方去 我先新增第二个元件 让那个框框不会挡住 好 你看 上面这边 这产生了三个元素 三行 一个是副标 一个是主标 下面一个分割线 这样是不是比原来漂亮 那如果你完全没有想法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美术设计师 不是专业的美工人员 所以你可能不晓得说 我一个标题到底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太棒了 然后第二个 就是长这样 不对不对 这是我刚刚拉过来的第二个元件 我们先讲第一个元件 第二个元件先不要看它 然后你看Preset的第二个 它的模式变成分割线在上方 我把滑鼠点到下面 看上面那一个 分割线在上方 然后中间主标 下面是副标 然后切换到第三种 我又切错了 因为我刚刚点到这边来 所以切到它的 点到这边第一个元素 然后切到第三种 Preset 3 长这样子 上面多一个信号 一条线 信号在线的中间 然后第四种 这个下面 分割画在下面 然后第五种 上面有一个比较浅的副标 有没有 然后第六种 像这样有三行 好那每一种呢 你都可以去做修改 比如说我现在停在第六种 我就可以把这个General打开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文字 是主标 然后这边是连结 然后这边是Description 就是描述 就是最下面这一行 这一行是描述 然后这个Heading Size 就是这个标题的大小 Small就变比较小 Medium Large XL XXL 预设就是比XXL还要大一点 通常我们为了节省时间 你拉一个比较漂亮的元件 就是希望节省时间嘛 那你这些细项 就看你要不要做调整 基本上我是不太会调这么多东西 因为我就是要节省时间 因为我就是喜欢它的设计 所以我就选择 我一开始就讲 我们尽量选择我们自己要的 然后就尽量减少去调整的时间 但是它有那么多弹性 就让你去调整一个适合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separate 就是分隔 style line 这是一个分隔线 这边是 none 就是不要 这是line with icon 就是这条线中间会有一个icon的图形 然后可以去更改这个 button下面 然后在中间 然后在上面 然后这个信号也可以自己到图示库去更换 然后下面这个help information 就是你可以到它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它的说明 可是因为大家前面的课程都看过之后 你已经有这些经验了 自己摸会比较快 自己摸比较快 然后真的有看不懂的地方 再去官方网站去看一下 好 样式的部分这边有字中啊 左啊 右边啊 然后这是heading标题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它的 h1到h6的大小 然后排版样式 一样这个以前都讲过了都知道了吧 color background 这个background是 看一下 这个color就是它要用什么样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 这个本来是绿色的嘛 我可以把它变成红色的 我会变成黑色 这个是指单一颜色 但是如果你把它选择另外一种叫background background的话呢 它的颜色就会比较多变化 像这个建成色 你可以有从红色 然后变换到 假设是绿色 你看这样就从红色变换到绿色 甚至呢你也可以把它弄成这种经典 经典就是你可以上传图片 假设我故意上传这张图片好了 插入 但是因为这个文字的粗细比较细一点 所以它的背景是透出这张照片 你看不是很清楚 你看我把字变粗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哦原来这个照片是它的底图 它会从这个字 这个字感觉就好像窗户透明一样 然后后面就是这张照片 好像就透出来了 所以这种我这个进阶的标题 真的是变化非常多种 可以做出这种特色来 现在文字我刚怎么加出的 就是在这个排版样式的地方 记得铅笔点进去 我这边是大小 有没有 我把它放大你就看得更清楚了 有没有太厉害了吧 照片就是叠在这个镂空字的后面 这个这种字体应该 蛮常在电影画面才会看到吧 然后我刚刚这个粗细是调这个重 如果是100的话就是细 如果是900的话是最粗 太棒了 这功能 底下这些位置你就可以自己去调一调 所以这个是属于heading的部分 就是这个主标题 下面还有description就是描述这一行 一样这一行可以去做这些修改 你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然后separator就是线 这条上面这条线 你可以去做到颜色修改 还有它的style修改 变虚线了 然后还有这个粗细的修改 这个是宽度 这个是粗细 我可以变这么粗 哇塞 这个功能真的是很强 然后separator icon 这是中间这个icon 然后它的位置 哇真的超灵活的啦 然后这个style design your own 这个style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滑鼠移过去的时候 它可以换成别的颜色 移过去的时候换成别的颜色 然后还可以用动画 你看 哇还可以有动画 太棒了 功能真的是超级无敌多啊 然后进阶 进阶这个就 有一个东西是之前没有的 你看 有uae就是admit 我们的这个外挂 这个元件uae的display condition 就是你可以在设定条件 让它什么时候显示 把它点开看一下 好目前是off 我把它打开 你看它说要去执行什么 就是show show或者是隐藏 那可是它是有可以设定条件 当什么条件下 这个是all conditions made 就是所有条件都符合的时候 所以当你把它点开的时候 这个角色啊 它预设会在user role 就是使用者的角色 就是这个访客 它是谁什么身份 所谓的身份你下拉的时候啊 这个是workpress本身内建的身份 像administrator就是管理员 最大管理员 editor就是编辑者 然后author是作者 就是写部落格作者 那这个是从大到小 管理员是权限最大的 editor是仅次于管理员 就是它可以去修改别人的部落格文章 author是作者 作者它是只能够修改它自己刊登的文章 不能去修改别人的 然后底下这个contributor 这个是公稿的人 写稿的人 然后这个是一般注册的人 叫subscriber 就是订阅者 一般如果你开放免费 免费注册的话 那他就是subscriber 就是订阅者 那这个翻译者 这是客户 这是shop manager 这个是有安装购物车 才会产生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设程管理员好了 就是管理员的角色 才能够看得到 不然我就很难做测试给你看 好 然后我再到前台去重新整理一下 好 我是管理员 我看得到 那代表你不是管理员的话 是不是看不到 我是管理员 因为我已经登录了 好 我再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我去另开一个无痕视窗 模拟一下完全未登录的状态 然后把网址贴上去 哇 你看太厉害了 一般人看不到 这是一般人看不到 只有你自己设定的特定角色 才能够看得到 像这样 我是管理员 我到前台我可以看得到 然后一般访客是看不到 这让我想到一个行销功能 就是如果你去设定说 一般订阅者才能够看得到的话 那就是吸引人家去注册你的网站的意思 你可以去吸引更多人看你的网页 比如说你把这一页张贴出去 然后底下你再做一个登录的页面 注册的页面 引导他们去注册的页面的按钮 他们注册完毕之后 你要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想看到这一页的什么什么资讯 你是隐藏的 必须具有注册免费会员的身份 然后你就给他一个注册免费会员的连结 让他们去注册这个网站 那他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把它设定为subscriber的话 就是免费注册的人员 就可以看到你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不错 这个是这个特别的功能 Display Conditions 就是显示条件 其他就跟之前的是一样 这个是不是特别外挂多帅的功能 这是特别外挂多帅的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